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思夜想的姑姑 小龙女何尝不知那是过儿 只是小龙女认为自己和杨过时有缘无分 狠心不认 如此一来婚礼也不会有什么变动 但杨过当然不会放弃 用自己的真情表露 最终也打动了小龙女 小龙女与杨过相认 但问题是小龙女与杨过相认 并且向公孙芷解释清楚 但公孙芷还是死缠烂打想娶她 这是为何呢 其实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小龙女太美了 小龙女在神雕中的貌若天仙的存在 当时公孙芷就是因为看到小龙女那么美 才尽心竭力地救她 也是花费了一番苦工 当然了公孙芷的想法也是路人皆知的 她是喜欢小龙女的美貌 因此小龙女愿意嫁给她的时候 公孙芷很开心 所以就算后面小龙女和杨过相认 她也是放不下小龙女的美貌 自然还想娶她 第二个原因是小龙女答应过嫁给自己 公孙芷为了得到小龙女 可谓是撩妹的手段都拥出来了 像小龙女那样单纯的女子也就信以为真 被公孙芷装出来的表象做蒙骗 所以答应和她结婚 小龙女的亲口答应变成了公孙芷的把柄 她觉得自己替小龙女付出了东西 小龙女也答应一身相许 这就不能不算数 不能让主书的鸭子飞了 所以坚持要娶小龙女 第三个原因是公孙芷不只把杨过放在眼里 当时的杨过虽然也是年轻少侠 但是在公孙芷眼中也不过是一个 楚楚毛鲁的小子 她根本斗不过自己 因此公孙芷根本不把杨过放在眼里 还想继续娶小龙女 而事实也证明了公孙芷的武功确实高强 杨过和小龙女双剑合并都打不过 你觉得还有其他原因吗 欢迎留言评论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